白日衣三禁了啦 黃河路海流 芋頭西米露 明日花 齊羅 寶馬顏色 土耳其藍保值嗎 如果是M3就保值啊 破百萬抽一台二手車 幹破百萬我都老了啦 我不敢想啦 欸 我講真的喔 我們頻道小小做 然後散播歡樂散播愛 然後這個 讓大家吸收一下薪資就好了 我們沒有那麼貪心 不用破百萬 好不好 應該是沒機會破百萬啦 因為其實喔 看汽車的 汽車的人算是 小眾 幾個 我們啦齁 我們以這個機械原理來講 第一個就是有異音嘛 第二個就是你目視 還有漏油嘛 防塵套破了嘛 基本上我們會判定損壞 可是如果要更精確一點的話 應該是說 你用路人的感受 你有沒有覺得說這個車 這個 每過一個坑洞 車子就會 嘖 齁 你們在路上有沒有看過那種 比如說舊型的Lancer 我覺得很奇怪 三菱的車很會這樣 或是Saverling齁 然後那個唱Lan有沒有 屁股唱Lan 你們在路上有沒有看到那個車子 有沒有看到這種車 哇這個車 幹有改 改好低喔 不是那車上載或載太重 然後那個車壓下來 那個避震器又壞掉 因為已經軟掉了 沒有支撐力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看過最多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Lancer 舊型的Lancer 跟那個Saverling最會看到 哇那個 壓著屁股這樣整個沉下來 那這個看起來是唱Lan 可是那個都是 避震器已經 軟掉 沒有支撐力 啊後面又載太重 所以整個都攤下來 零四的Lian要注意什麼問題 那個海洋感知器 他通病就是你買回來 都會亮引擎燈 啊通常都是海洋感知器 還有他的那個點火線圈 還有他底盤的避震器三角架 Lian應該大概就這樣吧 對 還有燈大燈都會變色 變黃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禮拜收到的訊息 好不好 很多人是貼新聞給我啦 上次有一個說中古車被騙 什麼 千萬有沒有 喔找到了 中古車行 假買車 真 炸貸 三年獲利上千萬 喔這個也是他貼給我的 我跟大家講齁 他這個就是類似那個 其實這個以前蠻多的齁 他這個就是在 其實他 他在騙那個 貸款公司的錢 大家一定會很懷疑喔 我們 你們是不是常常啊 在那個高速公路啊 或者看到新聞 然後一台車子撞爛 撞到稀巴爛 然後你們都覺得說 那個車子只能報廢 我告訴你 那個車賣還有錢 而且比報廢還高很多 那個金額怎麼訂你知道嗎 那個金額看看 看你的車的年份 然後貸款銀行還能貸多少錢而訂 你能貸越多 一團廢鐵 他就可以跟你買月高價 一般都五萬十萬這樣喊 反正去就隨便喊嘛 有時候人還掛了嘛 他買那個車回去 他其實不是要那台爛掉的東西 他不是要那團廢鐵 他要的是他的車級資料 為什麼齁 台灣的監理站有一個規定 有一個規定就是 十年以內的 車子 過戶不需要驗車 所以他買了一團廢鐵回來 有大牌 有車級資料 有行照 有車主的證件 他要的是那個資料 然後呢 他就會在網路上 想辦法賣 賣一些要全額貸或是缺錢的人 缺錢的人又沒有信用嘛 那利用這個貸款車貸的方式 比如說泰山沒錢 沒錢是不是 我有個朋友 他在賣二手車 他可以借你錢 那泰山缺錢 來了 就用泰山的名字去做貸款 然後再跟貸款公司搭配 有一些業務齁 有一些貸款公司他規定說 業務對保的時候 你必須要照片要拍這個 車子的照片 還有車子的配備 那這樣子公司審核才能確認 這台車的等級是什麼 比如說有天窗 有沒有電動椅 有沒有電視螢幕 有沒有IKEY 他們都要把照片拍好 然後 送件 連同泰山的資料送件 辦車貸 好那有一些這個 比較內神通外鬼的 貸款業務 跟這個車行 串通的時候 欸他可能拍假照片 送去 他也有可能 有一些貸款銀行 是不需要照片 不需要提供照片的 反正不管 從頭到尾就是 用泰山的名字跟 去貸款帶一團廢鐵 好然後50萬貸下來 然後可能 這個車行 中間人 抽走了10萬 15萬 剩下的30萬 35萬 就可以泰山拿走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子 一個狀況 去跟 貸款公司 應該算什麼 詐騙這個貸款的金額 啊其實這個 跳票率會很高 因為他就已經缺錢 泰山就沒錢 就缺錢了 他通常有時候 繳一兩期要就不繳 那就變呆帳 那當你一個 業務專員 或者是一個車行 每次他辦的case都 跳票率很高 都不� 繳幾期以後就不繳了 他好像有個規定喔 我記得銀行好像有規定說 你要繳 我不知道 有的銀行好像是說半年 或一年內 你不能不繳款 要不然會被告 反正好 這就是類似用這個方式 在詐騙這個貸款的金額啦 那通常 狠一點的就是用人頭借啦 連泰山這個人都是 借來的 有沒有 有人去找一些人頭來 然後就貸款 對啊 因為半年內我記得會被告詐欺 會被銀行告詐欺 那更狠的就直接用人頭了啦 就是一開始就沒打算要還 反正人頭詐欺又不是我詐欺 錢我拿走了 這以前比較多啊 現在 現在 其實 因為現在銀行的規範比較嚴謹 所以 比較少 136手牌 價位 M3 我跟你講喔 136手牌這個車沒有 沒有所謂的 價位大概多少 就是看 賣你的人想賣多少 你想跟他買多少 這種車已經不存在 行情的問題了 好不好 機車是不是也這樣操作 我不曉得欸 可是 我覺得啦 操作機車可能 這樣操作利潤不夠 機車我覺得通常都是用 用那個 TOPPY TOPPY就是說 我收到 爛掉的機車 那他有車身號碼 引擎號碼 那我去 幹一台 同款的好的車 移過去 然後他就變活的了 這個是一個 車界的術語 屍的跟 屍的 屍的就是 沒辦法領牌 沒辦法過戶了 阿我來就是 他是可以 產權可以 轉移的 所以我覺得機車 如果用剛剛那個 貸款來操作 是沒有什麼空間 賺這樣不夠 我常常在講啦 如果偷MARCH 跟偷賓士 的最一樣的時候 應該沒有人會偷MARCH 說實在的 大家都要偷賓士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機車應該是 是用這個 器官捐贈的方式 阿 呵呵呵呵 去偷同款車 移過去 以前阿 現在沒有了 以前景平路 整條都是摩托車的 我媽去那邊 就買過一台 跳巴掐 我小時候 他們那時候 景平路有沒有 中永和那一整條 那時候很多 那個 阿我媽媽那時候 去那邊 簽一台摩托車 那就跳巴掐 去收事故車回來 要他的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 移過去 因為摩托車一號碼 比汽車一號碼容易 你摩托車引擎 有時候媽 比較小顆嘛 對不對 以前有沒有猜過 摩托車引擎就是 連後輪在一起的 有沒有 那其實不中 還有輪子 幹可以推著跑 有沒有 所以換過去是很簡單的 所以摩托車應該是 換號碼比較 比較有可能阿 我覺得 GOLF 5 1.6NA 基本上我覺得 算還不錯的車捏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他那個 當時的1.6不是 不是DSG的 所以我覺得他問題 比起 比起 比起DSG的 應該是算 比較少了啦 老邱比特2.0喔 邱比特2.0比較會 也是考耳阿 其實都耗材啦 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通病 阿天窗很會漏水 是真的啦 那個要定期輕啦 那個 S-CAP跟老邱比特 遇到滿多漏水問題 那可能要查漏一下 有的是從燈漏進去 有的是從 膠條漏進去 有的是從 天窗漏進去 以前 帝友常被幹 齁 講到帝友 以前一陣子齁 流行斜板 我記得齁 我最早的時候 高中那時候流行斜板 後來流行可動的 可動就是齁 你龍頭轉的時候 前面的前輪 會有一個 輪子上面會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突出喔 然後就會跟著動 那就是可動 斜板就是 斜板下去以後 只有輪子 輪子在動而已 現在的車好像比較流行斜板 對不對 現在車大部分都斜板 然後就改 斜板又改可動 沒有那都流行過啦 之後 流行什麼 SUPERDIO 又換 換車台喔 斜板SUPERDIO車台 喔那台 最後的那台 白色斜板SUPERDIO 陪我在台中 念完 專科 載了多少的 同學 我跟你講以前 騎DEO最棒 做墊小 後面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貨架要拿掉 後面不能有架子 沒有架子 我看你手要抓哪裡 我看你腰力多好 然後那個 葡莉豬要改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坐後面 又沒地方抓 葡莉豬輕 一吹 喔唷幹 人家差點刷下去有沒有 他就要 抓緊你了 對不對 再怎麼樣 都要抓緊你 對不對 看你腰力多好 不利豬那麼輕 吹就聰明了 可是喔 我跟你講 DEO真的很好幹 像我們一支DEO的鑰匙阿 同學的每一台DEO 都能開 呵呵呵 幹這這媽的 史上最屌的鎖頭 插進去的媽 摟摟摟摟摟摟摟 卡卡 那麵出來多香 那個聞的會上癮 呵呵呵 國村 2015以後的S-TRAIL 我建議你買 我記得是2017以後的 改款的新車頭的 S-TRAIL買新車頭的 比較好 好不好 然後上一集有講 那個AirClean 有沒有 五角形的 AirClean一定要拿下來 噴鐵垃圾 紅色 額藍色 額綠色 額黃色 有沒有 看他七彩霓紅燈 還可以噴 阿那個鑰匙齁 那個DEO真的很好幹 其實我車被幹過 還找回來 幹過一次 被幹幹走一次 又找回來 以前還騎過那個韋士排 那個 國中的時候 偷騎爸爸韋士排出去玩 然後那個 不太會打擋 你知道啊 腳剎車不太會用 載我同學去撞牆 呵呵呵呵呵 幹 偷騎出來 喔同學 唉唷我自排 哐哐哐哐哐 幹 那個 葛拉吉不會用嗎 兩個騎去撞牆 砰 誰你想撞上去 幹 車都歪掉 排檔敢抖動 我覺得 騎人你可以去查一下你的 排檔的軸套 自排的嘛 你如果是自排的話 那個 裡面有一個塑膠的軸套 在 變數箱上面有一個 在你的 排檔座裡面也有一個 你看看是不是那個軸套 軸套老化裂開了 鬆掉了 11TNR跟09CAMERY 業務推薦哪台 CAMERY啊 推薦CAMERY啦 跑業務CAMERY啊 有哪些大排氣量手排的車嗎 3000GT啊 我之前 以前的那個 3000GT是手排的啊 有什麼車是大排氣量手排的 你熊熊這樣問我 我也想不起來 喔 350Z也有 對對對 哇專業 350Z也是 對對對 遇過汽油引擎使用里程 最高是多少 最高喔 應該五十幾萬吧 可是我其實很久以前齁 很久很久以前 十 至少十年以前 我估過一台Premium 他已經 99萬多了 而且他還想開喔 他要不是車頭撞到 我印象很深 他要不是他車頭撞到 去換車 他還想繼續開 然後他車頭撞到 開99萬公里 然後他還 請我去估說 小思可以幫我估一下 這台車剩多少錢 我心裡想說 幹你真的是發揮到 淋漓盡值 然後那時候 有那個V6 2.7的K7喔 可是很多人會 誤以為他那個車 車體跟 一般的K7一樣 其實不一樣 我記得沒錯 他那個車頭 好像長了 大概20公分 定價XX.8萬 有什麼原因 因為那個諧音啊 諧音梗 就跟我不喝梳跑一樣啊 對啊 因為會輸了又落跑 欸這樣會被梳跑 怎樣嗎 應該不會啊 幹現在媽的 很怕被人家 有的沒的 新的提光最多問題喔 有人在說那顆 我記得沒錯那顆 是500的變速箱 然後聽說有一點點災情 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 冷車啟動怠速會提速 是正常的啊 熱車以後回來就好了 或者是說他會 飄忽不定 那就是 就是不對的 但是他冷車怠速高 你看我跟講很多 Toyota的車齁 Toyota的一個 坐車的習慣就是 你只要天氣冷或冷車你一發動 喔 轉速的超高 震動都超大的 可是熱車以後他就回來了 Toyota的車最會這樣 S350 我不會賣欸 因為那車我不懂 可是應該 不會太便宜 因為我的經驗是 那一代350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冷氣 跟一些電系的東西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 那一個時期的那個 Venro的那個 鼓風機啊 跟那個 恆溫空調 那個電子面板 連動的那個機構啊 我覺得那個 都 有點流行 要不然就是你常會聽到 鼓風機裡面有一個 嗚嗚嗚嗚的聲音 嘖 很差欸 嘰嘰嘰嘰嘰嘰嘰的聲音 嘖 那鼓風機也滿會壞的 MK3 2.0汽油 注意事項 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要記得去 更新那個 變速箱的韌體 好 有人說 大排氣量 稅金不是也高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才跟一個 來店裡面看車 欸今天下大雨 我店裡面 一堆客人 剛好 國偉說 他開08年的 雅歌3.5 V6 那今天來一個客人 他說他開車齁 他買 他來買 想要跟我買二手車 他說這台車他買回去 大概要開兩年 我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們就用 國偉的 雅歌3.5 V6 來這個 做討論 他說 他回去只開兩年 我建議他買 08年雅歌3.5 V6 這一款車 他說為什麼 稅金不是很貴嗎 我說對 就是因為他稅金貴 台灣人很奇怪 台灣人再有錢 他都嫌稅金貴 他已經很有錢的人了 他覺得 車子超過2400cc 他還是買不下去 所以造成了 雅歌3.5 V6 2008年 我假設車況好的話 市面上 你車行在找 應該20來萬 應該都買得到 20來萬 我覺得應該都買得到 20萬左右 搞不好都買得到 車況許可的話 但是喔 如果是08年 我假設08年的雅歌 是2.4的 你現在可能要買到 35萬 好 我們就假設 25萬跟35萬 你看喔 同年份的車 新車價差這麼大 然後因為台灣人不喜歡大排劑量 造就了 他的稅 他現在市價一台25 35的剩25萬 2400還要35萬 那你只開兩年 這兩年裡面 3萬8 跟原本的稅金1萬7 差多少 2萬 2年是多少 差4萬 你把它加到25萬的車價裡面 我的意思是說 一年差 你如果假設 開兩年 那這個稅金差2萬 一年 所以差4萬 25加4 29 那再加上你原本 買2400的要35萬 還是比較便宜 但是這個是 你開兩年的狀況喔 你如果要開這個車回去 你打算開到報廢 你打算要 跑業務 那我就不建議你買 但是你如果說 你只想玩一台車 開個一年兩年 這大排氣樣的車是最棒的 怎麼樣可以線上看小思哥三行的車 兩個地方 最快的是FB 再來第二就是部落格 最慢就8891 就大概這三個地方 好不好 然後像 這個禮拜還有人問我說 欸小思哥 我朋友跟我講說 老賓寺 他所謂老賓寺 就是1990幾年 那種有沒有 1990年左右 然後他朋友跟他說 老賓寺很好養 真的嗎 是真的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幹這都交什麼朋友 呵呵呵呵呵 不是 我跟你講喔 老賓寺對於信仰者來說 就是你 你對老車有一個信仰 或是你對老的賓寺 雙臂有一個信仰的人 老賓寺是真的 問題是 不多 但是 你要說好養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你知道很多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玩老賓寺 他們都跑去台中 保養維修欸 阿你開一台車 要保養維修 要衝到台中去 會不會太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 對信仰者來說是好養 但是如果你對車沒有 沒有這麼有興趣喔 阿你也不是某個品牌 某個車系的信仰的人喔 其實 那個車絕對不可能是 好照顧的啦 其實真的不會是好照顧的啦 怎麼會 怎麼會 講說那個車是好養 我都覺得很神奇 不能說 好養啦 因為在我的頭腦裡面 好養的定義是 你上車發動 然後就走 就開到你要的目的地 阿油燈亮了 你就加 所以我覺得我心目中 好養就是真的 就是汽油不夠加 阿時間到了 就回場保養 阿保養也不會跟你換很多東西 阿就耗材很便宜 耗材又便宜 那個才 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個才叫好養 所以我覺得這很好玩啦 就是每個人對於 好養的定義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常常要接收客人的訊息 就我常舉的一個例子 假設我想要找個代付車 那我問一下 阿請問你預算 喔我出社會第一台 不用買太好 那請問你預算多少 我覺得 出社會第一台50萬就好了 喔幹那 50萬 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 他講得好像50塊一樣 你知道嗎 他說50萬好像50塊 喔沒有啦 阿這剛出社會嘛 阿 這個薪水沒有很好 就50萬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那個認知 其實大家對於好養的認知不一樣 我們本來想說你的代付車是 五萬塊 對不對 還是十萬塊 不是阿 他說阿出社會第一台 50萬就好了 不要買太好 50萬就好了 幹 哭死欸 廢EGR 機碳比較少 我覺得不用廢阿 定期清理就好了 為什麼要廢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喔 車子 他們製造出來 經過無數的測試 經過無數的測試 繞圈圈 我覺得他們把所有東西 包含輪胎尺寸阿 底盤阿 所有的設計阿 電腦的調整阿 我覺得都調到一個 我常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改裝廠 他會覺得說 喔我改車很屌很屌 可是其實我坦白話講 有時候齁 你真的除非有啦 有很強的改裝廠 但是我覺得外面的一些 真的在改東西的阿 如果他的技術沒那麼好 你再怎麼樣技術好 你都不可能 有原廠的那一些工程師厲害 所以他們把所有的 系統調教到一個 最好的水準給你 他沒那麼無聊嘛 對不對 他的車有100分 然後他只給你60分的東西 不可能阿 他至少也調到90幾分給你 外面說 欸我可以幫你編寫電腦 發揮到100分 101分 那拍謝會不會炸眼鏡 有可能嘛 對不對 你再怎麼厲害 你怎麼會比那一些 原廠的工程師厲害 所以其實我覺得 東西設計出來是 有原因的 所以其實你們看我很多的 這個影片 我們在改裝一些車子 其實 我針對引擎的部分阿 大部分我都是把它 還原成原來的樣子 我不會 我比較少會去用一些 代用品 改裝品去 弄他的引擎 我比較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可能年紀到了阿 以前年輕的喜歡 人家是 出三門的 我就覺得 這個車要五門的比較屌 人家是五門的 我就覺得 以前March有沒有 March March台灣是不是五門的 然後我們就偏偏就是覺得 雙門的三門的比較屌 然後以前的那個 Impreza 都四門的 哇雙門的好屌 雙門的Impreza 那個叫什麼 22B喔 還有什麼小的 雙門的比較屌 所以以前那種改車的那種 就覺得說 我跟其他人不一樣 我就覺得好像 蠻厲害的 可是事實上其實 我覺得像 到我這個年紀 我會覺得說 很多東西齁 如果能把它 盡量能把它還原到 原來的樣子 是最棒 那當然 除非你有預算的問題 或是除非你想要把它 弄得不影響你行車安全 我覺得 改裝 你自己喜歡 自己開心就好 有沒有 神經度上還看過 那個車上 有那個 玻璃球有沒有 然後霓虹燈照了 會一直旋轉 看它卡拉OK 屌了 我上次開開 那台車裡面怎麼媽的 什麼在轉 你知道嗎 就是一顆那個 玻璃球在裡面轉 在那個車頂 在那邊一直轉一直轉 看它這樣開車 不會覺得眼睛很累嗎 看它在裡面旋轉耶 不影響別人開心就好了 那現在我覺得齁 很多東西 回復原廠 我覺得是最棒 所以我說 這個年紀有了 敞篷車 在台灣 應該價錢會差一點 因為其實齁 我覺得敞篷車 這個東西是這樣 它真的就是一個 方卡 就是好玩的車子 我坦白講 如果 我曾經齁 我有一個老客人 他本來想跟我買一台 206CC 我覺得我在做生意 真的是白癡 我真的是白癡 你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 我就照他在削敞篷車 我跟你講男生會這樣 有些人個性你知道 他就在削敞篷車的時候 他很小耶 小四 你有206敞篷我要買我要買 你知道我怎麼跟他講嗎 我說大家那麼熟 不是朋友喔 他真的是跟我買車認識的喔 我說齁 我認真跟你講 你以後齁 會結婚生殖的人 敞篷車 對你來講是個夢想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一個月齁 把這個篷打開 可能不超過兩次 然後我就滅他火 我說這樣好了 齁 你要買這敞篷車 這台車 你開回去四個禮拜 你再來跟我講 你要不要買敞篷車 結果他回去開一個禮拜 車房我說 小四 真的跟你講的一樣 在台灣開篷的機會不多 而且齁 我上次有嘗試了把篷打開 我覺得我開路上 我好像白癡喔 因為大家都在看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又覺得 會很不好意思 所以 他覺得 不太敢把敞篷打開 所以 他就沒有買 我後來想想 我這麼白癡阿 欸 他在削敞篷車 我就是 敞篷車讚 我跟妳講 齁這個夠爬的 男人一輩子一定要擁有一次敞篷車 好不好 齁這台車你就買了就對了 買回去 我跟你講 馬上載妹妹出去 載女朋友出去 有面子 你這一輩子就沒有遺憾了 懂嗎 要結婚沒關係 這個就放卡 你回去開 把到妹 要結婚要生小孩 你就賣掉就換車了嘛 對不對 一定要買這台 多少錢 你輸出 呵呵呵呵呵 對不對 我當初應該要這樣子對不對 他正在封這台車的時候 我應該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講完了 阿多少錢 你出出 你出看看 可以我就給你了 其實我有點後悔 事後我有點後悔 為什麼 因為這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六年前的事情 可是我到現在齁 我還記得 因為其實 我蠻後悔的 呵呵呵呵 如何判斷輪胎好壞阿 看胎文阿 那通常我都是看那個 出廠的年月阿 然後再來 依照他的出廠年月 就是他使用的年紀來 判斷他的胎文 比如說 有一些車子齁 你看他邊緣就是 常常會有 會有吃胎不平均的狀況 那個胎快阿 有一個斜度在 然後那個輪胎又是很新的輪胎 比如說2017年 2018年 出廠的輪胎 然後你去比照他那個輪胎 胎文 剩餘的狀況 這麼新的輪胎 胎文的狀況 不理想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在 抄架上可能就是 會有問題 或者是說他的底盤 可能 有東西壞掉 阿有些人是 停車的習慣不好 有些人是 停車習慣不好 其實不太一定 所以 呃 至於說那個 輪胎怎麼判斷就是 看胎文 看有沒有變形 吃胎平不平均 嘖 好不好 停車習慣怎樣算不好 就是停在 比較斜阿 高低不平的路面阿 或者是會 有的人停車會喜歡 壓一點點的人行道 如果人行道沒有太高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些水溝蓋不平 你剛好停在一個水溝蓋的那個 高低差的地方 那個停車習慣都 都不是很好 或者是你常常進出 停在一些 沙地 或是土地上面 不是水泥地上面 就 就會比較不好 欸 對喔 最後 明天 上次講了 明天喔 會有抽獎活動 阿記得看FB好不好 就是讓你們去 投票 你們最喜歡 請大家齁 最近多去看我們的 影片 小師的YouTube影片 好不好 然後投票說 你最喜歡哪一段 我們要剪成精華 然後我有準備好幾十樣的 高級的禮物 到最後會抽獎 好不好 請大家踴躍幫我們 留言 分享 然後參加抽獎 對 要選擇 選一個喜歡的影片 不是 喜歡影片的片段喔 哪一段 好不好 哪一句話覺得最好笑 好啦 掰掰啦 大家晚安